大家好我是翟軒 財經大白話YouTube頻道 你訂閱了嗎 趕快按下右下角的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賺大錢 蔡英文成功連任之後 現在執政的挑戰也接踵而來 蔡賴配與國政配之間 有著265萬票的民意差距 不過分析勝敗主因 外界普遍歸咎於 外在政治因素與國民黨的虛敗 倒不是肯定民進黨的四年政績 蔡英文第二任期依舊挑戰重重 蔡政府在上一個任期 改革的大刀是揮向了軍公教 而在這個任期 不可迴避的就是 攸關千萬勞工的勞保年金 根據勞保的計算報告顯示 勞保潛藏附在50年 已經持續增加到了9.1兆元 而距離破產的年限 更是提前來到了2026 這改革看來勢不可免 假設我們勞保是一個大水庫的話 進來的水量是非常的少 出去的水量是變大的 那2016年事實上都已經入不敷出了 所以到了2026年 事實上大概出去的水會把水缸裡面的水都領光了 也就是我們沒有任何的安全準備 也沒有任何的存量 要搶救勞保水庫蓄水量 蔡政府目前提出的改革方案 不外乎三個方向 醫師加快費率提高速度 從每兩年提升0.5個百分點 修正為每年調升 另外平均投保薪資採集期間 也有五年拉長到15年 而政府每年也必須撥補200億元 可能剛開始是投2萬4 然後慢慢慢慢慢慢 等到他退休的時候增加到4萬 那如果是這樣的人的話 當你把平均的採集期間 從五年延長到15年的話 他的平均金額就會減少得非常明顯 那以後他領的錢就會少很多 所以就截留這個來講 我們比較擔心的是 他的這個成本是會有那些比較低薪的 經濟比較弱勢的勞動者來負擔 反而比較高薪 經濟上狀況比較好的這些高薪勞動者 他反而不會受到影響 雖然政府理應會負起最終支付責任 不是讓勞保真的破產 但是較多零少恐怕已成定局 從勞工慎運出身 現任台北市勞動局局長的賴香玲 即將以民眾黨團總召身份進入國會 他強調改革是必然 但回歸實務層面 同樣要兼顧企業負擔 與基層勞工的權益 費率來講 勞保加健保加6% 其實已經碰到 大概一個企業裡面20% 這個費率的上限 這三個加起來 所以如果再往上跌的話 我不認為有些中小企業會承受得起 比較弱勢勞工這塊保障裡面 先做充分的一種保護 這一群人的保障是不能懂的 而且世代對立在這次大選中已被放大 如果勞保年金走向改革 老年領退兄金世代 與年輕繳保費世代之間 勢必又會出現矛盾與相對剝奪感 在讓制度永續的同時 引導世代間理性對話同樣重要 到底你的改革給年輕人 有沒有帶來盼望 事實上我聽到很多年輕人說 他領給勞保就破產 打掉重來 這樣掃掃問題又那麼嚴重 勢必這個機制是亂不下去的 所以我還是覺得 可能要有一個比較大的 大幅度的一個改革 甚至整個保險財 保險這個財務機制的 整個重新的設計 我想都有必要 模式不會只有一套